苏丹色素风波影响范围扩大 南投县政府调查 辖内金福华食品贸易公司 使用高雄金站公司 被验出含有苏丹色素的辣椒粉 制作成福保系列沙茶酱 以及客制化沙茶酱 贩售到外线市的下游通路 其中新北市公所辖区内 多家食品通路盘商 以及火锅餐饮品牌 使用到有问题的沙茶酱 已经回收了3公斤 另外台北市卫生局追查 有疑虑的沙茶酱 还波及到知名饭店品牌子公司 还有国军公餐 对此金福华公司 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 向社会大众致歉 对不起 高层长官一字排开 向社会大众致歉 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金福华 向高雄金站公司进口 含有苏丹色素的辣椒粉原料 制作成福保系列沙茶酱 及客制化沙茶酱 金福华强调3月1号前生产的品项 只要有投入辣椒粉将全面回收 出估损失金额达6000万元 只是很不幸的勿用的原料 虽然我们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们必须要向社会 广大的消费者道歉 消息一出地方政府展开调查 其中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辖内使用到福保系列沙茶酱 或客制化沙茶酱的下游业者 包含食品通路盘商 及火锅餐饮品牌 已通知下架回收 截至11号 已回收问题沙茶酱 约3万公斤 那自去年9月陆续供应至本辖的火锅餐饮店家 例如前都 丽妈小火锅等 总共近23万公斤 那相关通路持续回收中 遭点名的前都日式涮涮锅发声明表示 前都餐饮集团目前使用的商品 均有检验证明 已要求原物料厂商主动送宴 在报告出炉前 先预防性下架 顶降沙茶酱及相关产品 即日起不再提供 而在台北市就连知名饭店品牌旗下的子公司也受到波及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 金茶侠内使用福宝系列沙茶酱和客制化沙茶酱 有多达8间业者 其中6间在国内的通路贩售 包含台北亚都立志大饭店子公司 雅志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进货的香乳麻辣牛三宝 另外名单还出现陆军后勤指挥部 副食供应中心 卫生局调查沙茶酱全数制作成餐食 而对此国防部紧急发新闻稿表示 主动查查并停止提供贩售 含苏丹色素成分的食材办理回收 有疑绿产品才预防性下架主动送宴 苏丹色素波及多加下游业者 食安风波持续延烧 记得台北南投综合报道